太太 太太 您来了 怎么样 老爷今天还好吧 没有醒吧 没有醒 按着您的吩咐用这震惊计呢 不会醒的 太太 您累了吧 快到沙发那歇会儿 不能跟您相关了 您的众不相关 您与掌达 Jah 您是先是只抓朕的 看起来 小伙计计划 是怎么知道 你老爷 是 是 我 deemed 你老爷 你老爷 是 还有这个曾医生啊 每天按时定量来加药 挺细心的 看来您找这个人哪 是找对了 这还差不多 总算对得起 我给他那点钱了 是是 对了 连贵 你要好好看着老爷 千万别让他醒过来 这样我才好办我外面的事情 是 说着说着怎么觉得那么闷呢 是 反正没什么事 你陪我到下面去走走 好好好 喝口气 我陪您去 妈 我来看看你 你好点了吗 我不敢上去 妈也不会让我见你 说怕你病情加重 可我总觉得 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了解妈妈 她不是个坏女人 她就是害怕 她太怕你会离开我们 不要我们 就像当年我的亲生父亲那样 可是现在 我越来越不认识妈妈了 这次她让我做的事 爸 如果你能好起来 如果我们还能回到以前 那一切 就还值得 也不想过 你问她 她人是可爱的 知道她要送她 你别走 你 你不要再带她 骂ent 你 不再带她 准备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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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张太太吩咐我做的呀 当然当然 我的家务事业 不可能完全来到我头上 但是你身为医生 应该很清楚 很明白这种事的后果 有多严重 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公开以后 你不仅仅是丢掉执照 我还可以告你侵害人身 好好想一想 这件事你想怎么了断 那 您 您想怎么了断 有 小姐 赶快歇会吧 这个时候 眼睛惊不得泪 李妈 好香的鱼汤啊 这个岛上买什么都不方便 就是海产品多 小姐 您就凑合着吃点吧 李妈 你已经安排得很好了 在这么难的时候 还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小院 可以看看花 听听海 我 你 你 这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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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就聪明 果然 宝林小时候就聪明伶俐 那时我就在父母坟前发誓 等宝林长大了 我一定要给她最好的教育 让她成才 让她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谁知道 小姐 咱不是说好了吗 不上心不生气 小小姐还年轻 慢慢会懂事的 说不定 她现在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我希望她已经离开那个冯世元了 那样我还放心点 不说了 不说了 小姐 喝汤 喝汤 您请慢用 等我一下 杜伯伯 杜阿姨 世元 这么巧啊 杜阿姨 世元 我每次见您 怎么都觉得您更年轻了 你这孩子 嘴真甜 上个星期 你父母从英国回来 咱们不是才见了面 怎么 刚几天 我又年轻了 世元 你父母走得那么急 是不是来催你去英国读书啊 也不是 老杜 世元在陪女朋友 哪有时间跟你闲扯啊 世元 我们先走了啊 好 再见 杜伯伯都阿姨 再见啊 这里的雪鲫排可是一绝 特别新鲜 世元 为什么你父母上周来 你都不告诉我呢 你不是总说想带我去见见他们吗 还说我是他们喜欢的那两儿媳妇 上周 上周我们不是一家 那你为什么 还不带我去见他们 难道我就这么 带不出手吗 宝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也听到了 我父母这次来得很匆忙 整天忙着见朋友 我是想 我这样把你 急急忙忙地 拉去见几分钟 对你显得不尊重 也不容易 让他们留下 最好的第一印象 我保证 下次他们再回香港 我第一个 就让他们见你 那你说的 对了 还有件事 我居然老不回学校过夜 嬷嬷好像听到什么风声 世元 既然我们都在一起了 干嘛还要这样 躲躲藏藏大 我已经成年了 可以申请不再住校了 我担心 我父母会觉得 现在就住在一起 还是太早了吧 那我们可以订婚啊 我当然想了 可是 我父母说了 英国大学 要我好好申请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要是住在一块了 骂我几句倒是不怕 就是怕 对你有看法 觉得你不检点 不稳重 世元 这血鱼排真新鲜 快吃啊 我就说是一绝吧 撒点现磨的胡椒粉 会更好吃 勇敢 宗医生 怎么是你啊 你就别管了 你爸爸要见你 等会儿我会借谈马赛的事情 拉莲贵去医生办公室 我们一走你就进去 我会给你争取两个小时 怎么搞得像做间谍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吧 我路上给你解释 曾医生 曾医生 你真的有明天 马赛的内部消息 当然有了 那可太好了 你可得给我好好说说 千万别让我赔了 我又好赔了 我能忘了老兄你吗 那就好 凌贵 我还给你留了好酒啊 等会儿咱俩喝两杯 好好好 喝两杯喝两杯 请注意 请进进进入 员 坐 爸 我真没想到 妈会干出这种事 您受苦了 那 要是真的昏迷就不苦了 昨天跟曾医生摊牌以后 今天就在床上躺了一天 装昏迷这才叫苦呢 不过也亏了在床上躺了一天 有许多事情我想明白了 我相信你和嘉林之间 这些人都没有 无非是你心疼你妈 被她利用了 才会干出那些荒唐的事 昨天晚上是你守在我窗户下面吧 我知道你想见我 又怕撞见你妈 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痛苦啊 爸 对不起 爸 爸 喝点水吧 来 你喝点水吧 我把银行拿下来 就不给你一口 你会想要把我负药 我这就不想要 你会想要把我负药 你会不想要 我一口 我一口 你一口 你一口 张家的财产 更不会踩着自己的父亲往上爬 我可以帮你 去阻止他这些疯狂的举动 我只求你两件事 你说说看 第一件 我这次把江林海散了 我对不起他 求爸赶紧派人把他找回来 第二件 我知道 妈做了很多可恨的事 可是我还是求你 不要恨他 说到底 他只是个可怜的女人 不只是因为他患了绝症 更是因为 从来 就没有一个男人 真正地爱过他 我都知道了 时间不多了 说正事吧 就因为你妈的山洞 东亚上上下下谣言四起 帮派林立 大国东里像齐满轩这样的人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怕你妈到时候控制不了局面 反倒会变成别人的棋子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后天的董事会 你跑去露个面 大家看到你 那么那些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也不用再选什么接班人了 不行不行 我现在身体还太虚 万一这样跑去一激动 反倒真的变成昏迷了 而且董事会已经把我身体的状况 提上一程 让他们看到我病痒痒的样子 齐满轩这样的老狐狸 怎么可能会放过这样一次机会呢 他肯定是借着让我养病 让我休息的机会 永远把我赶下台 而且我突然地露面 就等于完全否认 你母亲这一阵子所做的一切吗 还会把我们之间的矛盾 暴露在对手面前 岂不是让人有机可乘吗 要是嘉林在就好了 此事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除了嘉林之外 或许只有他 可以帮我力挽狂澜了 谁 马文豪 张墨白的身体 现在没事了 我看张少文不像在说谎 倒是何宏睿 拦着人不让见张墨白 显得有点心虚 现在这个女人 是越来越无所顾忌了 到处拉拢人 连我儿子他都要拉拢 马老弟 他肯定也没忘了你吧 我就是一个给东亚打工的 老板娘开了口 我总要应付两句 以马老弟这种八面玲珑的本事 是应付两句话这么简单的吗 当年你怕张墨白疑心你 连挡子弹这种苦肉计都干使 哎呦 马老弟 最近阴天下雨 腿没疼吧 就是因为这个苦肉计 张墨白这么多年 一直把我当他的心腹 现在被何洪蕊软禁 他想到唯一能救他的人 还是我 齐老板 你刚才听到的这些情报 可都是我这条瘸腿换来的 哎呀 马老弟 不要误会啊 我一点没有看清你的意思 相反 我还得谢谢你愿意跟我联手 马老弟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朋友的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老朋友 来 喝茶 老板 张太太在楼下 吵着要见你 没看见我和马先生在在谈话吗 齐老板好大的架子啊 不过也是 何洪蕊现在是赌红了眼的赌徒 你越不带他玩 他越来劲 赌的筹码就越多 不过可惜啊 我要回避 看不成这场好戏了 好 那马老板 请便 带马老板走后门 别让张太太看见 是 把张太太给我请来 是 马先生 请 齐老板 我知道你是大盲人 我就不管弯末脚 开门见山了 这里是几笔 东亚最近贷款出了问题的审批抵单 每一张单子 都有张莫白的私人印章 我觉得需要调查他 看他是否有违规放贷 谋取私利的嫌疑 红蕊啊 你知道不知道 如果你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真的的话 那你就会葬送你张府的前程 名誉甚至资源 我当然知道 不过你是东亚的第一大股东 你当然有权利了解真相了 你赌了我好几天 注意见到我了 你怎么连说句真话的诚意 都没有啊 是 没错 她张莫白 都不尊重我这个太太了 我还要在乎她 管她死活吗 要不是我拦着她 恐怕今天的东亚 早已断送在陈嘉林这个狐狸精手上了 现在我要把她彻底赶出东亚 把她打翻在地 让她永不翻身 要是她的 还是要有一个大股 那是她的 不过是她的 可不过是她 她是有一个 那她的 不过是她的 不过是她的 可是她的 你呢 就会让连普的这些贷款风波 彻底撇清 而且继续提拔他 没错 说到做到 好 你为了儿子 我也为了儿子 成交 好 张董事长 最近因为身体的关系 没有办法继续任职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东亚的继任人选吧 我倒是有一个 很好的人选 齐老板 是我们东亚的第一大股东 你提议的人选 我们一定会 特别加以考虑的 我觉得马文豪先生 他熟悉银行的运营 又长期在张老板的左右 深得张老板的信任 我觉得他是最佳的人选 张太太 你一直欣赏马先生 你肯定同意我的想法啊 马先生 马先生 张董事长 委派你去新加坡设立分行 这可关系到 东亚在海外的发展和信誉 意义重大呀 虽然说张董事长 现在身体抱恙 可是我相信 马先生一定不会辜负 张董事长的一片心意 一定是迫不及待地 赶回新加坡吧 感谢齐老板的信任 我深受张董事长栽培 凡事当以东亚的利益 为最高利益 既然各位股东 觉得我能担此重任 我将不辱使命 欣然接受任命 好 这才是大丈夫风度 腕狂乱于祭岛 我没有看错马先生 大家觉得呢 那就是马先生了 恭喜 李主任 麻烦你起草文件 好的 爸 你的精神好多了 停了几天镇静计 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了 就是啊 床上时间躺得太久了 要找机会多走动恢复体力 连贵也没看出什么吧 你也没看出什么吧 你也没看出什么吧 他最近堵马的影头大着呢 我说帮他看着 让他放心去马场 看样子啊 不到下午是回不来的 你啊 就放心吧 好 绍文 你抓紧时间 陪你爸多运动一下 我先走了 嘉林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爸你别着急 我等会去找他表哥 领导长帮忙 会有办法的 来 慢点 这件事你要记住 千万瞒着你妈 我不想他再生什么事 妈恐怕没这个心思了 今天开完董事会 他回到家脸色惨白 后来我按照你的指示 去找了官律师 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了 我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官律师了 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打了 要不是他告诉我 我还真不知道会上出了这么多事 阿文豪居然跟齐满轩联手了 你妈是偷鸡不能十八米 我早就跟她说过她这么折腾下去 肯定会是这个下场 对不起 爸 我什么忙也没有帮上 算了 算了 少恩 进人事 听天命 你妈今天肯定受了很大的打击 你还是去看看她吧 多劝劝她 让她什么事都别往心里去 您请 阿子 不是 小伙resent 太太 很高 有点 大乔 您让下降 我个儿 一片 您就行 是老爷他醒了 而且应该是早就醒了 你说什么 你这么说 就是曾一声靠不住了 这是肯定的 太太 就是 就是少爷 少爷也靠不住啊 他们把我制走以后 少爷跟老爷在花园里密谈 还说你在董事会上的事 幸亏被我发现了 是 我知道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现在离开医院 去找齐满轩 说我有急事要找他 是 是 我马上去找他 看来这么多年 齐满轩对东亚一直没有死心 但是我搞不明白的是 东亚如今势头正见 率先在海外设立了分行 他如今搞这么大的人事变动 难道就不怕动摇军心吗 再说了 他抽走了马文豪 那么新加坡的分行谁来管 张先生 这我也不明白 如果他是为了钱 齐满轩早就是东亚的大股东了 而且每次分红也不少拿 他旗下的船行和银行规模都不小 这些钱足够他用的 我真搞不懂 他这么费劲在东亚争权夺势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他有什么事只能在东亚做 而且他自己旗下的银行都做不了 不认同 冠令士 你帮我查一查 齐满轩跟马文豪之间 除了东亚的业务之外 还有什么来往 好的 张先生 您上次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 找到我大哥的儿子了 怎么说呢 其实他一直在香港 这是司令 你自己看吧 拜拜 先生 being 那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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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安排完全处于自愿 除非今后我以书面的形式 做出改变 以上的安排长期有效 关律师 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看没什么问题 你再看一眼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再什么签个字就可以了 那我再看一眼 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的东西 没什么事 不准备了 我说你去哪个人 这些东西 都不准备了 这些东西 都会被判断了 不准备了 你这些东西 就在那里 不准备了 我去哪个人 就在那里 这些东西 我去哪个人 那你被判断了 那我这些东西 我去哪里 这些东西 我去哪里 那你这些东西 我去哪里 那我可以来 张末白 你涉嫌贪污做假账 现在正式逮捕你 张老板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一憋这么多年 我还真挺想你的 想我的钱 上次冤枉我杀人 这次又用什么名堂来敲诈我 姓张的 你狂什么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上次让你溜了 这次可没那么容易 你好好给我看看 这下出了问题的贷款 是不是都是你批的 这下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是我们东亚内部的文件 怎么会在你手里 你不会说 我想诬陷你吧 这些都是东亚股东主动提交的证据 说吧 这些所谓破产而无法偿还的贷款 是不是根本就是你做的一个局 你一手从东亚批出贷款 而另一手 虚设几家皮包公司 卷了钱就走人 你简直把东亚的金库 当成自家的提款机 我没说错吧 你说呀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那位主动检举我的股东就是齐满轩吧 他跟你的交情这么深 你让我说什么好了 还好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我要见我的律师跟我太太 张木白 你别太狂了 如果这次我不把你送进监狱 我吕若在香港警戒这二十几年 就算白混了 我劝你识相一点 还是赶快认罪得好 省得活受罪 别以为我没办法让你开口 怎么 想对我用刑啊 这是你的地盘随便的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我刚刚犯过心脏病驻国院 只要一受刺激就会复发 像我这样的太平绅士 若是在你吕探长的审讯室里 出了什么意外 我想英国人那边也不好交代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咱们走着瞧 妈 绍文 没吃饭吧 来 吃饭 有你最爱吃的清蒸鱼呢 爸 你还有心思吃饭 你知道吗 爸被捕了 我以为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我知道了 那饭总得吃吧 你知道了还不想办法救他 爸身体不好 他折腾不起呀 是吗 我没觉得他身体不好 我觉得他挺好的 他好的都能在花园里跟人家商量 怎么密谋着防着我呢 妈 你现在扯这些有什么意思吗 他到底是你的丈夫 我不管你有什么委屈 你给他下药软禁他都太过分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我爸救出来 其他的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什么是以后 是以后等陈嘉林 那个小妖精 给你爸生了个大胖儿子 还是以后 干脆等我半死不活的时候 一脚把我踹开 扶了证 这就是以后吗 在这个家 还有以后吗 妈 我 可你总不能看着爸落在吕洛手里吧 你也知道他 他和齐满轩是一伙的 肯定要把爸往死里整 就像上次无限爸杀人一样 这次不一样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你的掌控 妈 你别告诉我 爸被抓是你倒的鬼 你 你 你居然跟齐满轩 你这是把爸往火坑里推 你知道吗 你怎么下得了这种狠手 绍文 你怎么到这种时候 还不知道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我做的这一切 还不都是为了你 妈妈已经是患了不治之症的人 我什么都无所谓了 可是我唯一的心愿 就是在临死之前帮助你 得到所有你应该拥有的一切 你明白吗 这东亚银行 本来就是属于你亲生父亲的 只是他没有这个福气 他非要回乡下 去接他那老婆孩子 结果 却死在半路上 要是没有我 他张莫白 会从齐满轩和广东商会手上 抢回银行吗 不 再说 看在我跟了他 二十多年的情分上 你们父子的情分上 这东亚银行 应该属于你 也只能属于你 谁也别想拦着 为了你 我可以软禁张莫白 我可以让他坐牢 妈 你 绍文 难道你现在 还不理解妈妈的苦心吗 我为了你 我可以来个鱼死网破 不惜一切 我就希望你在得到这一切之后 我才能含笑而死 你明白吗 妈 你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哪 那个是我叫了二十多年爸爸的人哪 他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吗 当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出手 我就是个私生子啊 好 既然你不救我爸 我去 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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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警察局来电话 说老爷要见你 那些贷款审核单是你交给齐满轩的吧 是 我不明白 这几笔贷款的猫腻你心里最清楚 王云仙甚至跑到我这来揭发过你 是我压下来的事情才没闹大 你非但不感激 还反咬我一口 陷害我坐牢 为了嘉林的事 你就这么恨我吗 张莫白 你不要抬高自己和那个贱女人 还有 你休想把银行 交给那个贱人和他肚子里的孽子 我告诉你 我早已经对你死心了 现在在我心里就只有邵文 所以我哪怕拼尽最后一口气 我也要为邵文保住东亚 其实 我也不想把事情弄到这一步 我只想把借款之事 让大股东对你起疑心 逼你交权而已 如果你乖乖躺在病床上 就不必受着牢狱之灾 可是你不肯合作 还按地理计划要夺回东亚 所以 我绝不能手软 莫瑞 我真没想到 你会狠毒到这种程度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邵文好吗 你是他的亲妈妈 你要是真的爱他 你会逼着他 假装跟嘉林有私情吗 你会逼着他 让他接手他本来不喜欢 也做不成的银行生意吗 邵文这几天有多痛苦 你知道吗 怎么 你现在倒摆起一副慈腹的样子来 晚了 我告诉你张墨白 绍文不需要你 我更不需要你 你要真想帮绍文的话 你就老老实实 给我在这里待着 不要出去给我添乱 那绍文 就能顺利地接管东亚 这就是你和齐满轩的条件 你怎么那么傻 就凭你这点道行 你玩得过人家齐满轩吗 你到头来只会变成 人家的一颗棋子 在上次董事会上 齐满轩跟马文豪联手 耍得你还不够吗 齐满轩说了 他上次选马文豪 也是权益之计 只是一个幌子 我现在把你送进监狱 他就会重开董事会 让绍文接替马文豪 张墨白 你知道吗 我现在 我宁愿相信齐满轩这样的人 我也不愿意相信你 因为齐满轩 好歹还认个钱字 而你呢 我连人带钱 都交给你了 二十年来 我换来了什么 我连你一句真心话都没有 所以我发誓 在我临死之前 我要看到你坐牢 看到你身板名裂 看到你身不如死 你疯了 你真的疯了 看报了看报了 张墨白涉先贪污 锒铛入狱 东亚银行再与信誉危机 各位请大家放心 东亚银行运营 您正常 资金充足 绝对没有问题 马先生是张董事长的得力助手 那么他这次被抓 到底是多严重的问题 能透露一下吗 我此前一直在新加坡主持分行 很久没有回香港 所以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张董事长执政东亚二十年 他的问题应该不是小问题 请问马先生 对眼下的局面有什么对策吗 我正想向大家宣布 东亚银行正考虑和实力雄厚的 歧视企业合作 所以请广大储户和投资者 不必担心东亚的实力 原来由歧视在最后的成长 难怪他说话这么有底气 其满岁是东亚大股 他能建议不救我 是 大家回去吧 大家回去吧 对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大家回去吧 齐老板 我说过 这点小事不用怕 你看 这不就摆平了吗 你刚才把歧视企业搬出来救火 是不是太心急了点 你就无怕刺激到张墨白 不是由吕探长在里面照顾他吗 这回他张墨白还想出得来 也是 这次张墨白算是灾病了 怎么着他也得在里面关上三五年 到时候他一出来 名誉家产就全没了 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斗 秦老板 整人这事的话不要说绝 但事一定要作绝 你忘了张墨白是什么人了吗 当年他刚到香港 就失去了马润武这个荒山 可他还是赤手空权的 从你们广东商会手里 把东亚银行给抢了回来 这一抢就是二十多年 这样的强人 你想靠几笔不清不楚的贷款 你还没说そう 就能给他扳倒 不给他下点猛药 到时候他东山再起 你怎么跟他斗 现在我们的私货生意 是越做越大 这么一大笔收入 光靠几家地下钱庄漂白 是远远不够 我们迟早要吃进一家 正经银行来替我们洗钱 东亚这块老字号 是再合适不过的 齐老板 这些年你盯着东亚 不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马文豪啊 马文豪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都怪这个张莫白他死脑筋 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 他要像吕洛似的 收了咱们的钱 就去打点集思队 何必闹到今天这种地步吗 最近政府为了打击走私 对银行是管得越来越紧了 如果张莫白卷进了洗钱的事 这案子的严重性可就大不一样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高调要求严办 趁机跟张莫白划清界限 赶出他的人换上我们自己的人 到时候银行上上下下 都是我们说了算 从此东亚就是你我的私人提款机 至于张莫白他既然跟洗钱有关 那吕洛自然有办法让他烂死在牢里 马文豪 看来你这条腿的仇是一直没有旺啊 他张莫白欠我的 可远不止这条腿 好吧 我去找吕洛 到时候把你的整个计划告诉他 我准备下来 有没有 你不断死习 你就让他在老公 测试 我最终把你拿下来 你到时候 我便会